小伙伴们,我想做直播卖货了 今年8月份,我刚刚过完了54周岁收入 虽然年过半百,我却没有权利停下脚步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还需要继续走在维权的道路上 维权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但我也不能每天只走在维权 我需要一份工作,充实自己和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支撑我的维权之路,还有养老问题 我会把选品和服务放在第一位,把赚钱放在第二位 我知道有些网友是同情我的遭遇过来捧场 对您的这份好意,我非常感谢 但我更希望您不仅仅是因为我的遭遇 而是因为我推荐给您的商品好,才能下单 无论您支持还是不支持 只要您不是恶语相向,我都感激您的陪伴